先把你們的屁肩先脫掉好不好 好啊 首先我覺得在拍攝之前 因為我覺得他們畢竟都已經裸身了 是 我給你這個意見好不好 我希望拍出來身體有反光感 所以我們能夠在他們身上增加什麼呢 我想你就是一些油淚吧 以拍攝好看為熟 因為這樣會拍起來真的會比較那個 毛巾給我吧 給我 那個 毛巾給我 我的天啊 水底妳臉好像是做菜的表情耶 因為我就是希望就是呈現出 我真的是專業的特質 好 不要有 不要有個人情緒 不要不要 不要 我臉油油的要幹嘛啦 我只不用啦 沒有 因為我 那我可能我現在臉油油的耶 對 每個人有的地方不一樣 才會有發覺感 我發現妳擦完之後 沒有妳要的反光效果 不夠是不是 對 不夠 要零的吧 不夠油 所以原來要拍到發亮的程度 要磨很多是不是 對 德偉妳在這個節目中是第一次露身材是不是 對 之前都包著喔 對 我有問… 我有問徐姓弟說他收工後有沒有聯絡妳 他說沒有 你沒有徐姓弟的微信嗎 沒有 徐姓弟 蛤 你為什麼沒有得我的微信 因為… 我覺得這樣好像有點功勢私勇 等一下收工會監督妳們家 好 來 手給我 好 那是他… 他手長…長繭是不是 所以我等一下拍的時候就是臉跟手… 手是油的這樣 還有特寫膝蓋 特寫膝蓋 你臉好油喔 康虎哥真的是一個很完美的人嗎 他還沒有一些壞習慣嗎 康虎哥一點都不完美啊 他壞習慣一大堆 像他… 每次在化妝間的時候 我們在錄過康熙的時候 他在化妝間的時候 就會一直發出那種 感覺那個痰已經生在他的肺 然後就一直要弄出來 然後每次要進棚的時候 我就…我也會這樣 然後我就說 你覺得我們倆是不是 然後還有他的一個 我最受表的惡習就是 還有化妝 以前康熙明明就是一集 就是頂多播四十五分鐘 可是他常常就是要 硬要錄到大概一百二十分鐘 那個時候我就真的 好想要拿小刀捅他腰